多尔特·惠塔曼出生在美国纽约州长岛 这个州诞生了很多的名人 像伍迪埃伦 乔丹 罗什福 洛克菲勒 亨利美勒 川普 真的是人才聚集的一个地方 去迎会去啊 这一年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接近尾声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出生 中国处于亲家境临近 拿破仑战败了第五年 六年后 俄国的十二月党人爆发了起义 惠特曼一生做过印刷厂学徒 当过乡村学校执教 办过报纸做过记者 南北战争期间还做过后宫 惠特曼父亲是农民 后来居家搬到波罗克林 成为一个木工帮人建造房屋 1811年 惠特曼搬到纽约 1855年 惠特曼的父亲去世 同年他出版草业集的第一版 1862年 惠特曼探望在南北战争中受伤的兄弟 1865年 林肯被辞杀 惠特曼遗产悲愤出版了战事四集 其中Captain by Captain 特别出名 我们都比较熟悉的一首诗 1871年 惠特曼的母亲路易莎去世 1882年 惠特曼见到了爱兰毒蛇作家 王尔德 出版了上文集 典型的日子 1885年 为了纪念林肯事实20周年 写了献给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 1885年 惠特曼受到双重打击 还得了严重的击毙 1892年 3月26日 惠特曼据世 好无信仰的人群 川流不息 从事终止着愚昧 生活的其中有什么意义自我生命 当然是因为你的存在 因为你的存在 因为伟大的戏剧在继续 因为你可以奉献一首诗 这是《死亡诗色》电影里面 Juan Kitty号召所有同学将书诗掉 他看到班上每一位同学 轻轻读出惠特曼的一首诗歌 我们也经常听到王飞唱的传奇 只是因为在人情中多看了你一年 才没能忘掉你容颜 也看到过程下的一首诗 《门前》 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当然前面也有风寨 叫他的叶子 吵戒接他的种子 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可是 可能不知道 在那儿人来人往 凶酒诅咒和开着下流玩笑的喧闹声中 我们久久坐在那里 满足而愉快 很少开口 甚至一句也没说 是不是有点事成相似的感觉 看过惠特曼的情思 也很难不对他心动 事实上 他的爱慕者也确实不少 但大多数都是苦恋 由于女作家对他疯狂的追求 差点导致家庭破练 还有一位女士 看英国女作家 她深深崇拜着惠特曼 在报纸上也赞赏惠特曼的作品 甚至来到了美国追星 三年里都住在惠特曼家的附近 一样也是没有修成证果 惠特曼也和那些德国 还有一些德国 还有欧洲的一些哲学家一样 终生未婚 最后的话 用惠特曼的一首诗 结束我们今天的事情 我赞美我自己 歌唱我自己 我承担的你也承担 因为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址 也同样属于你 我闲动还邀请了我的灵魂 我附身忧然观察 这一片夏日的潮越 在现场里的修行 再见